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Vidacode這個自動關機的功能 這是一個很棒的功能 因為我們壓制的時間 有沒有 影片壓制的時間 就是說你使用比較好的參數 使用比較好的參數 它壓制影片的時間 有沒有 通常是 那個影片 影片多久時間 比如說是一個半小時 那他大概就是那個時間 有的時候你 再增加好一點的參數 大概就是兩倍的時間 這樣子 所以說 你在壓制影片的話 可以使用一下自動關機 然後你人就可以去離開了 看你是要去上學 或是上班 或是 那個睡覺 這樣子 好 那這一段的那個影片 不是 這一段的那個 圖文教學 貼在這個YouTube的註解這邊 好 那假設這個影片有沒有 這是我隨便找的 這是玩具總動員室 這個在前那個教學 前面的一些教學會講 這個是 總時間 在這裡 一個小時又40分鐘 那你使用比較好的參數 你使用比較好的參數壓 使用比較好的參數壓的話 那他的時間會 大概是這個時間 大概也是一個小時40分鐘 那在更好的參數就要接近兩倍 要到三個小時 你使用高壓的話 就是這兩個參數 那這在前面的教學我也有講 那這怎麼辦呢 你使用 我用這個參數好了 就是他預設的 然後你點擊編碼之後 我點擊編碼 你會看到下面的那個進度條 好他下面進度條就開始跑了 有沒有 一個小時又 那個三分 這個是代表他現在正在 還原那個檔案 還沒有開始壓 他這是 他有分成兩個 一個是 還原檔案跟 還原影片 然後 接下來才是進行壓制的動作 大概也是差不多這個時間 那這個地方你完成時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右下角 這個很多人忽略 他這個右下角這邊有個功能 你可以把它切 切成 關機 這邊切成關機 然後 完成時就是 你會看到完成時關機 這樣子 然後你人就可以離開了 當 編碼跑完嘛 他現在是在還原那個 影片跟那個音訊 當那個編碼 他下一個動作才是編碼 編碼完成後 會出現倒數計時 中間這個 注意看一下中間這張圖 會出現倒數計時 當 好像倒數計時30秒吧 我忘記了 完畢之後他就自動遐當 你的電腦就自動關機 就自動遐當掉 是個很 很 讚的功能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譬如說這個要很久嘛 你就可以去 去 那個 看上學或上班或者是 睡覺這樣子 那一般我是建議你如果 經常在轉檔的話用 筆電 因為筆電比較省電 然後又聲音又很小聲 筆電你距離 放比較遠一點有沒有 幾乎 沒有聲音啦 幾乎沒有聲音 你桌機的話還會聽到那個風扇聲啦 或者是那個風扇旋轉的聲音嘛 因為我們一般的 桌上型電腦 那個風扇都很多個嘛 CPU 顯示卡 Power 或者是你另外那個還有散熱的 至少就四個風扇了 至少三個到四個風扇 會聽到 那個 風扇一直旋轉那個聲音那個 那個聽起來會 影響睡眠啦 所以說 盡量用筆電啦 筆電來轉 這樣子 好 那個比較沒有聲音 那你就可以 那個 設置好之後 完成時關機之後你就可以去睡覺這樣子 好 好 就這樣子 那這段視頻就解錄到這 呃 你要donate的話就用這個連結 訂閱的話 按這個按鈕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視頻 呃這個補充一下 這個 Reader Code的這個自動關機的這個設定 我差點忘了要補充一下就是有一個那個Windows 10 呃那個睡眠 教你關閉Windows 10睡眠 功能 要不然你轉到一半的時候 超過一定的時間 你的電腦你沒有任何動作 你電腦會進入睡眠 這樣的話你那個 轉換 轉換就不會作業 這樣子 好參考一下這一篇 關閉Windows 10睡眠 關閉Windows 10睡眠 好那我已經關閉了 那就參考一下這一篇 就是到這裡 樣子 好 好就是這個地方 切成永步 樣子 好就是這個 到電源 選項 電源選項 然後 變更電腦睡眠的時間 這樣就OK了 把這個切成永步 預設我忘記多 好像是10分鐘吧還是15 忘記了 他就會那個電腦就會進 那個進入Shutdown 那你就是把它射成永步 這樣子 要不然你那個影音轉換軟體轉到一半 會進入那個睡眠 記得把這個射成永不關機 這樣子 好參考一下這一篇 好OK 那這個訂閱的話 點擊下這個按鈕 贊助的話 用這個連結 好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磁磚教學